大家午安 現在下午兩點八個小時 大家看到我身後又來了黃麗聰水塘的公園 即是香港網絡中心隔離 因為最近都走過一些山 但因為工作比較忙,所以拍片比較慢 今天因為弟弟最近參加了一個VIRTUAL RUN的比賽 就是這個香港五峰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和師姐都有參加 因為小弟其實都沒有走過五峰 其中他被經過就是這個烈哥順山 和上次我經過的沿空棧道 所以今天就來一個pre-test 就是看一下路況 看看經過東脊上這個烈哥順山 和逆走這個沿空棧道的路況應該是怎樣 今天純粹是一個淡路的性質 剛才的中石化油站就在上面 這裏是香港網絡中心 這裏是香港網絡中心 這個馬路呢 這裏是ISOC油站 根據這個GPX顯示 上涅哥順山東脊的入口 就是在這裏前面轉左 走多幾步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黃麗聰合徑的第10站 就是這樣 這個身後 這個其實是當年二次大戰的時候 的蛋糯糊 其實黃麗聰合徑整條 就是一個可以看回 當年二次大戰的歷史的一條山徑 這裏當年有450個主軍在這裏 日軍公佔是黃牛粗不勁的路線 這裏就現在不說太多了 我現在身後面 現在2.9個字就是這裏開始上山 上去這裏上山 現在2.9個字就由這裏正式上山 這邊就不是面具石那裏 如果要上面具石 就應該要在藍石 在暴力徑那邊上去 再走上一點 就有一個左和右的分岔路 右邊看地圖的顯示 就是去北脊那邊 跟賽事 就應該在東脊 就是這裏上山 這裏都相對比較斜的 今天所以去賽會 其實就安排了手套給大家用 也都真的需要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是 不斷都是要靠些樹推著 才不會那麼斜 滑下去 都是真的好像 呂婆山的西石上去 即是三兄弟石上去 那樣的感覺 但是就 不是很難的 基本上有走開山的朋友 應該都不是一個問題 沿著上 又開始有另外 第二個左右的分岔路 那 其實左邊的路方 是比較穩健的 右邊 只不過是 他也說 很多師兄 看過有些箭墜 有什麼 飛什麼石 不知道 看不到 不懂 那 所以 就 根絲大 我今天就選擇右邊這條路 上 反正現在又不是計時 如果計時 可能我就會走左邊那條路 去看看是有什麼 那個聶哥順山 其實 看的路況 都是 已經身受不義 可以說 因為都挺多這些 浮沙碎石 也都真的要搬樹 玩得很厲害 就不是普通 兩手翅翅翅 那些山徑翅 那就開始去到一些 比較開弱的位置 走前一點 這個位置 左右兩條路 左邊 右邊這裡都挺開弱的 那就試一下走右邊 那邊 看見 都有一些箭嘴 抹了 哦 不是 原來 這裡是有個 以前大箭 剩下的地洞 那些地洞 那就不進去了 這裡 那 在那個 房東的位置 出來 就繼續 沿絲大路上山 這裡 相信一定是這條路 我剛才那裡只是去一個房東 而已 我其實都不是很 封得很激 也挺開陽 真的很好笑 旁邊就是 旁邊就是別人的 CN6院的網球場 都挺近的 那再走前一點 這就是一個 開陽一點的位置 那這裡可以 現在似乎是沿著一條電線的 那樣的東西 上山 那這裡 左邊這個 就是聶哥順山的山頂 那麵具石呢 就是左邊這一堆 那這裡看下去呢 這裡就是金道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深水灣的居庫舅 即是深水灣那個 那這裡看過去呢 就看得到過去上次 紫爾蘭山徑的方向 橫山這個就是紫爾蘭山徑 山頂就是上面這個 那繼續過了 那繼續過了 剛才那些 長一點的位置呢 繼續走都 又是來到一個分岔路 那依然都是跟著地下這一條 跟著地下這一條 這條電纜呢 應該就是上到去的 這個 聶哥順山頂 為何要跟著這條電纜呢 就是因為聶哥順山頂 那裡應該其實是有個發射站 那所以基本上這條路呢 就一定通到山頂了 這個東直上山 真是 都不容易的 那但是見他 這裡有些師兄之前 有一條繩在那裡呢 那我相信這裡 都會有 那麼上下斜道呢 才會出現這些這樣的路貨 那我現在都是 多著旁邊那些樹枝呢 這樣慢慢扶上去 這裡上山爬到 真的不少東西 真的不少東西 可以拉的樹 不多啦 不是不多 不過就 傻一點 看到上的時候 不過呢 幸好有這條 對了 有這條東西 那我 應該安全一點 不過你帶了一對滑的手套 有沒有計 聰明我就 沒有什麼都不適合 不過就小心一點 最難是找個 落腳位 可是 其實都真的挺邪 不過踩得都挺平的 它只不過是 那些落腳位 比較小 那我這裡看下去的那個位 這個就是那個面具石上面的位 原來呢 實在是時間呢 你已經來到這個 聶哥順山頂 發射站這裡 所以其實整個 攀升呢 都不是太多 即如果你說真的要攀升 你就慢慢在 爬馬地那裡走出來 但是路況就 身手不移了 我覺得 甚至乎 比 聶哥順山 那裡 略難一點 好了 那 正正式式到這個 聶哥順山山頂 這個 衛星發射站 和 衛星發射站 城市演唱 佐藍 小DI 放棄 震 燃 震 belonging 椅子 Papa, paparapapa Papa, paparapadapapa Papa, paparapap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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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有寫起這個面具石,不好意思 下次再去看看有機會拍給大家 現在先去這個沿空棧島探路 再去看看路況是怎樣的 為什麼一定要去探路呢? 因為小弟第25集 那次是檔室路過不了這個沿空棧島 因為是比賽,比賽始終要熟習一下路段 所以沒辦法了,不好意思了 今天帶不到大家去這個面具石那邊看 那也真的要借這個機會 多謝各位有訂閱的觀眾 那小弟終於隔了一段時間 到最成功衝破這個一千大關 那...我不知道 可能會不會開始搞一些特別的花絮 就是會不知道,比如搞個Q&A 還是或者拍下其他東西 我就暫時會有什麼idea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看的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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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樓下延 大家想看我拍什麼 那... 都是那句 多謝大家支持 都很快 即是十分鐘 就由剛才樓梯頂到這個位置 就是山頂到這個位置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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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久之前拍過一次 那... 原來就是這個位 那... 那...現在呢 就走回去這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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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暴力經就走 回到這個位置上面 這裡就是面具石 現在來到暴力經尾 又是很熟悉的深水灣道 沿著這裡過去 在過馬路的途中 又可以繼續看二次大戰的軍人機器 在後面 就是中石化的油站 現在就要上去延空站的入口 就要像平時廣東敬第五段那裡 在這裡上去 在這個位置上來 就是中石化油站 就是在這裡 上來平時你講到競五段 像是藍山競 又在這裡出去轉左 其實沿空站也可以 可以出去轉左上去 有一個位置進去都可以 但是今天就節省點時間 就跟回比賽路線 就完全逆走比賽路線 就過去沿空站 應該沿著這條第一坦 這條是金屋切馬徑 然後走過去 之後有一個地方上樓梯 都是會駁回到圓空站的入口 沿著金督徑走到這個濕字路口 這樣就不會沿大善交流景上去 根據比賽路線 是要再走前些 有個地方上去 因為一上一轉左 就開始進去圓空站 再走多幾分鐘 就是這條石垢 急直去應該是去北拉山獨 現在就由這裡上去 這條石垢 那這條石垢 這條石垢 叫什麼? 金督園 就是一個花園 應該相信 現在就馬上去 到這個盡頭位 這是可能以前的 機窗簿的遺跡 我猜 今天上來了 現在就去到這個 渣天山藍印水道 其實似乎都是去日明山莊旁邊的油壺才可以 輕鬆一點 右邊這裡就出回日明山莊的方向 現在去沿空棧道的入口 就是沿著左邊的入口 再走大約五、七分鐘左右 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沿空棧道的入口 大家就看著這個沿蝶南引水道的盡頭 這裡是引水道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沿了水道 就過去沿蝶南引水道 就開始走這個沿空棧道 手套我都上來了 希望這次成功 上次因為真的沒什麼準備過路線 所以那次有防塞路 結果幸好有找到一條路 爆上去沿蝶南引水道 否則那天晚上真的都是沿路走 突然有點難搞 不過大就應該問題不大 不過以一個跑山比賽 要這樣穿臨 就真的有點難搞 其實跑山比賽是否要這麼多呢 我真的很好奇 不過算了,我們還是有參與玩的 也不是為了擦什麼成績 安全全完成就可以了 目前為止的路況 就像三星路段 像那些東灣 長水過東灣的路的感覺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上次因為都沒走過這一邊 所以這次就是第一次留言 路況都很明顯 不知道是否過了秋天 多人走了 現在就開了 越過就越開陽了 看外面的風景 我似乎應該已經去到我上次的位置了 後面那裡就是 對,這裡應該是 我上次放飛機大約的位置 是否應該兜過去這裡 先看看 是否這些少量攀爬 其實就問題不大 絕對 走開山的朋友 就應該不覺得是甚麼 對了 簡直就是這裡 我知道我上次為何會走錯路 因為上次呢 其實上次那一集 我就是在這裡上去 然後進去裡面的蜜林 那正確呢 應該就是好像這裡 下去下面 那就很明顯有條山路過回去 那這裡呢 就是 現在有幾個人站在那個位置 就是渣點北印水道 那這裡很漂亮 今天真的天氣麻麻 所以就差一點 但是 如果再去好天一點 就應該更加漂亮 那現在就 下去這個 渣點北印水道 就是這個 沿空棧道的後半部 其實真的很短 過來 十分鐘都沒有 唯一這一個位置 就可能比較煩一點 因為 沒甚麼 沒甚麼舒服 還有那些石斜 也比較厲害 那樣的 但是相當之 OK 就是正常山友 應該 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 那現在都是5點3 被時間預計早了 那看一下 過到廣東京的時候 看看我繼續走 還是到普拉山那裡走路 這個日落景 真是很上心願目 船打到我的臉都黑了 但其實真的很漂亮 然後繼續走到這裡 前面那個石礦場 就是那個 警察爆破科的 那個 那個 部隊 左邊那些 屋進去這一堆 就是那些 警察那些練把場 下面那裡 就是普拉山道 那這裡一路通過去 去到尾那裡 就是 紅香爐峰的方向 會經 金督前馬經 就是那條 比賽路線 下次我挑戰 就是沿著這裡 跑過來 沿著這個 引水到尾呢 就接回來 說到競第五段 那呢 右邊這裡就是 在 渣點山頂下來的那位 現在就走左邊 去這個 北拉山 小馬山方向 這裡就是那個 有個叫P八波的環山徑 找一天有機會 再帶大家來 現在時間緊密了 馬上過了這個 港路徑第五段 最難搞的位置 上後面呢 這裡看到 小馬山頂那個 那個 燈塔 還是電塔 再來到這個 哇 那些牌子好像整過來 這個分叉路 右邊的 葛巴拉山 今天就上小馬山 來到這個 小馬山標高處 然後就斬了 那些樹 之前在這裡是 很密的 那些樹 現在繼續沿著 右邊這裡下山 那這裡下山 也都是很美 很久沒有走過這裡 已經 半年沒有來過這裡 那 那看回去 這裡是康夷 那對面 出一些近海的 那些太湖城 那左邊高的大廈 就是太高坊 那樣 那現在直望 對面那裡 那個就是 北拉山那個 發射塔 那個電台 不是電台 就是那個 應該是那些 發射站 那些 然後到山腳 這裡呢 就是小馬山橋 出到這個 前面的十字路口 那直到那裡 就去那個 剛才小馬山發射站 北拉山發射站 那左邊 就去回北拉山電台 這裡呢 就下去 衛逆經 去寶馬山的方向 那現在就 沿回衛逆經 下去 寶馬山的方向 那 那 下到這個位 這裡就 金督瓷馬經 那 左邊去寶馬山 右邊就去 右邊這裡 就去這個 柏格山路自然經 那 現在 都六點了 那就不走 因為 都走過去 寶馬山 都有一段距離 那 不想再跑了 跑很多 那 現在沿著這裡 去柏格山路自然經 下山就算了 那 現在走到這個 金督瓷馬 這個 那 這裡 上面就是 上去 上去大風雅 去回大南水塘的方向 那 都沒什麼特別的拍 就 今天影片來到這個位置 那 大家 給我comment like 和share 麻煩你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 那 你們每一個subscription 我都更加有動力 繼續去拍片 哇 可能在看 下個星期 或者再下個星期 或者一天 下個星期 看下星期六至四日 就會完成這個 香港五峰的比賽 那 到時可能看一下 拍拍片 那 應該不會帶那麼多東西 因為這種比賽 都是 想要回一些成績的 那 但是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我這麼弱雞第一次參賽 看一下我用多少時間 可以完成這25K 那 那 不說那麼多了 接下來還有今天的路線招 那 下一集再會 好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